马来西亚慈离之宫发起了扫街运动 打扫柔佛巴鲁静思堂的同时 也不忘照顾到周围邻居的环境 一面心就为了爱护环境整洁 是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响应 纷纷拿出工具清扫公共区域 静思堂里大扫除 哪里最难清洗最需要耐心 没错就是百叶窗 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窗格子 不过志工们打扫起柔佛巴鲁静思堂 无论往上爬向下蹲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就离椅子翻转过来也要洗得干干净净 我们表面上是看到非常的干净 但是它后面下面所沾满的那些灰尘 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心灵上也是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发现到 我们心里现在很多深处 看不到的那些灰尘 当然打扫可不能自雇自己的家 慈系职工还把清洁工作 延伸到静思堂周围街道 社区公园 这一扫得到了左邻右舍的响应 原来大家都希望能共同享有整洁的环境 只是缺少了些计划 那些人叫做成为自己的家庭 從自家拿出掃帚 粉機 慈敵志工 敦慶慕林 同時帶動起社區居民 掃地掃新地 發新為美化綠化環境 盡一份心力 大安新聞馬來西亞報導